乌来国中校与台湾育苗和工艺协会 青年共创发展协会等单位 共同举办STAND科学实验 以及新北青年创业市集 让全校学生体验科学的乐趣 与进行职人体验 了解目前职业的新趋势 希望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面对未来时更有竞争力 江水倒进干冰中 顿时产生相当多白色烟雾 让现场学生惊呼声连连 这是乌来国中校与台湾育苗和工艺协会 以及新生命小组教会 在学校礼堂共同举办的STAND教育工艺活动 邀请安丽莎老师与志工团队带领学生 进行物质三态科学实验 透过亲手实作 培养学生探索与应用的精神 不管是观察冰块的样态 或是干冰生活的变化 充满趣味性的科学小游戏 让小朋友觉得科学好好玩 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到很有兴趣 觉得今天的活动好不好玩 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很开心 除了科学实验 操场边还有另外一场 由青年共创花生协会 与新北市青年局带来的 新北青年创业市集 13个摊位包括了小小警察 小小医护 小小科学家 小小老板职人体验 借由互动的方式 帮助学生提前进行职业探索 并且了解新创意 新媒体 新科技 新创业 新教育等五新领域 教我们那些交通指挥的 交通指挥跟 怎么交通指挥的一些手势 那你觉得警察这个工作怎么样 很累 因为手要一直摆来摆去 还要在那么大的太阳下做工作 屋来国中小校长蔡依林表示 这两场公益教育活动 主要是希望提供偏乡的孩子 平等学习的机会 让孩子们也能够了解 现在社会的趋势与脉斗 帮他们建立自信 面对未来挑战 最主要这两场的活动 我们都希望打造孩子们 我不管我在偏乡 或者是在哪里 他都能有一个平等学习的 一个机会 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开拓小孩子的视野 让他们知道 我在山里面 我一样有可以发光发热的能力 蔡依林校长也期盼 后来能有更多机会 规划类似的常态性带转课程 让乌来国中小学生 学习创新技能 开拓视野 借此生命者们其 乌来采访报道